据环球网13日报道 三名在台湾日据时期出生长大的台湾人 在日本法院提出诉讼 声称在二战后他们不应丧失日本国籍 请求日本政府承认三人拥有日本国籍 另据日媒12日消息 针对此案东京地方法院12日开庭审理 据报道 在辩论中原告三人声称 在台湾有很多希望回归国籍的人 作为代表提出了诉讼 其中一名原告曾在前日本陆军服兵役的杨富城声称 我无数个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 最后蒋作为日本人死去 前二人都知道日本在台湾干过的事 这样都会为日本感到自豪 报道称三人系2019年10月提出的诉讼 根据上诉书 原告三人声称在没有经过本人统一的情况下 不应剥夺其国籍 据报道 日本法院将于2022年1月11日对本案作出判决 看完这个新闻让人感觉既无语更愤怒 其实这几人在台湾早已经引起重怒 2019年三人将在日本提起诉讼的消息 在台湾传开后 当时就迅速引来台湾民众的愤怒斥责 有岛内网友表示 这群垃圾弄脏台湾 老而不死是为贼 有网友说三名原告 杨富城 许华启和林玉莉 三个日本走狗 既然是日本窝口 就别用中华姓氏 不然会让这三大姓蒙羞 不得不说这三人简直就是无耻之急 完全无视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 对于这种数典忘足的人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且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